那我们要不要学这些 因为你妈妈呢 你会耳濡目染 耳濡目染 你变得会演讲 你是等于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你本事已经来了 所以我们讲 中国的少林古风最有名是为什么 是不是讲有一个 很笨的孩子出去学 跟少林师师父学 结果师父 因为他爸爸说 他这儿子实在太笨了 就像苏贤刚刚讲的太笨了 所以把他送到少林师 季老师每次都说 要把孩子送到少林师 结果少林师师父 看他这个孩子实在有够分 自己的名字都讲不清楚 就跟他讲说好吧 因为你名字都讲不清楚 你刚才要来这边先学调水 只要说你调了一年的水以后 我才会教你武功 然后他就调了一年的水 那少林师的那个桶子底下是尖的 你不能够停 你就能够一口气爬几百层楼梯 一百层来下去 然后调了一年要到师父 那我调了一年了 你可不可以教我武功啊 师父说看看你还是那么笨 这样你这边调水 这边不是空的吗 那有一只小猪 顺便你把它抱出去溜一溜 所以说你在溜一年我就教你 他说每天把这一只小猪又调这水 然后就几百千楼梯 一善俱下来一善俱下来 到了第三年师父 现在不可以教我了吧 师父说你还是太笨了 我想你还是不要承认你下山嘛 因为他气得可以放水 他说你什么意思 骗我帮你挑水条两年 还帮你抱小猪 抱一年 然后他就被赶下山 他爸爸刚好在摆地摊嘛 那几个坏人要去打他 他爸爸一看儿子两年少女之初来了 那武功一定一流的嘛 就跟儿子讲儿子快点快点 这些坏人要来抢你爸爸的那个滴汤 结果他一想我除了挑水 除了抱负我什么都不会 那实在没办法 因为人家要来挡他爸爸了 就像你儿子挡他会保护你 他跑过去把那个人 把他放在肩膀上刷了一圈 那个人就飞出去几十元 他不知道说他挑了两年的水 他的肩膀的力量又多大 最后呢又有一个坏人要去打他爸爸 他什么都不会只会抱住 就把那个人夹起来 那个人全身骨头就过来 他慢掉了他挑两年的水 他不知不觉的公司出来 第二个小猪猪小的时候 就抱抱一年猪这么大 他就每天抱他不觉得 他这么大能够跑来 就像女人态运一样 如果一开始就让你十个月这么大 你一天就受不了了 你的孩子在你身上马上 你看现在这么大我能够回答吗 是不是 所以各位 这里阿尼好的好的秘诀是 你讲泡在这个地方 就像泡在那个当归干里头 时间久了你拿出来就有当归归 就像你的锅里头 每天都撒撒娇 你那个锅去烧出都是老的 你这样走怎么样 所以我要让各位开窍的一点是 这么好的事业 就是刚刚安迪大哥讲的投资事业 那你要知道因为这么好 投资哪几样呢 第一个如果说你去开个餐馆 一定要花钱的嘛 我自己开个餐馆 我知道一定要花钱 第一个要有本钱 第二个你有本钱 我现在也开个辣椒馆 请问你我能做得过他吗 因为他那个油炸好好吃 我不知道那个油炸怎么做 可以做成这样 那请问你他会教我吗 他一定不会教我 因为这是他的秘法 他交给你 你在对面看一家 他生意就没有了 所以传统生意是 都是冤家仇家 可是安迪就变成新家 因为大家都为你帮我 我帮你 是靠着 因为我自己的人是最难讲 所以刚刚安迪大哥讲的太好了 跟苏贤姐是很诚恳的态度 我们没有骗人的 越诚恳越好 你不要夸大 所以做安迪就先做人成功 后事业成功 你要取得人家的相信 所以第一步 你自己要投资的就是相信 因为这边不要让你投资钱 你投资钱还要没有本事嘛 对不对 那有了本事 也要自己一个人从头瞒到你 假如今天这个事业 前安迪公司投资 本事就是刚刚苏贤姐讲的 有山有 这里有文化有教育 有榜样给你看 你怕什么 是 你就在那边 人家每个人都这样子 你妈妈妈妈妈就会对人家笑 妈妈妈妈妈 不会讲话也变成会讲话 以前你哥不会笑的 我们高大哥不会笑 现在笑的谁都不怕 对吗 因为刚开始来的人 跟过几天就是不一样 就像婴儿一样 一个月之后你不要他什么时候长大 他的皮肤就跟刚出生的时候 已经不一样 你一定每天帮女儿子 我拿着去 谢谢你